早晨啊 早晨啊 比比 早晨 早晨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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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叫比比 我叫做瘋先生 Sorry啊 不要緊 說笑 怎樣啊 瘋先生 今天事件很瘋 瘋到瘋了 現在又升了260多 我想正常 第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是看星的 因為聊天太重要了 大家再說一點點吧 但問題就是 最近升得太急了 大家都有點害怕 不要說害怕 我100元變成200元 我怎麼都吃點吧 所以會見到今早來回復復 可能升上去又升幅 又收窄 跌了下來 明天的A股來了 有些人說 A股一開始就收市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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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還不買油 所以收窄一點點不讓它跌 說真的 陰謀論這樣想就是 這些大戶 如果幾千億托上來 不是無緣無故讓你撿死雞上車 明天再升上去一起賺錢吧 很多不同的說法 但我是看好的 但是預料是 有些投資者會鎖定利潤 會變得反復一點點 但是真正關鍵點呢 都真的是明天 因為我想明天的原因 第一 大家知道 10點鐘就會有事情要公佈 那究竟公佈什麼 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A股的反應 因為停了一個星期 先不要說 先不要吵吵吵那些事情 我只知道的就是 你看看數據 在國慶隔壁前 其實有幾天 才看到兩融的融資 就是孖電和開戶人數是執增的 所以說句話就是 我剛剛開戶口 這個戶口 接著就 買完了 隔壁優勢 我都沒買 那你說明天不蝙蝠買就傻了 所以明天我想就會相當精彩 先不說升月跌 我沒理由看跌了 差在就是升多少 在於第一 是那個政策的力 因為有這麼說 你26號開完政策的會議 它都說明 和優財政政策 和優穩定樓市 那你只有兩個時間點 一是就月底有NBC meeting 一是就假期後 那明天就假期後 所以你說 昨天突然公佈明天開會 不要說開會 突然公佈有記招 時間點其實是符合預期的 所以明天精彩 今天來計 我想很少人會去搏個市 是差在玩不玩的 如果玩的話 我都是最好 升幅收窄 那又有廣告的東西 都是看今天買 看馬塔 今天會不會有些位置走到 走不到 就看明天 這個大時代的情況 再做部署 所以簡單來說 是最好的了 OK 那就給牛仔了 不用想了 是嗎 是 一定 那先看看 這個HSI 不過牛仔很努力地推出 想再推出一些貼 如果你的恆子牛證 現在這個很棒 35.9倍槓桿 七仙半 52985 52985 收回價是甚麼 22443 22443 2%距離的收回 這隻博國市夾 就相當好 這隻應該是今天新出的 314點 又上回23000 是啦 35.9倍 瘋了 收回價是22443 22443 剛才嚇一嚇一嚇 轉燈 現在又給大家了 好 跟著之後 我想加一句 剛才提到 牛仔可能未必太貼 我想幫那些發行商說一句 就是 因為說真的 沒有人猜得到 升得那麼誇張 所以很多都出不前 為什麼呢 早一個星期 有一天有一個行家聚會 哇 我們去 大家高興 我們Happy Hour 喝凍檸茶 好了 有個發行商 七點鐘 七點半都未來 他就說 做一些 叫做Document 去給港交鎖 因為那些牌子動得太厲害 他們要改 所以說真的 他們的工作都不容易做 所以也不要怪他們 為什麼沒有東西給我買的 現在這麼好的市場 就是我要發達的 你阻礙我發達 他們都很努力的了 幾十隻都在出 但是給點時間 我們盡量在現有的工具裏面 選最好的給大家 是啊 說真的 你有規矩的 怎麼出發 當然有 不是說要出就馬上有 有個程序 有個時間 卵商很慘 是啊 所以多點光顧一下他們 幫自己賺錢 就算你不要太嫌棄 這麼乾勢 有人問這1024 1024給他一隻牛 有隻50904 我都不問 不等溫先生 看到就先給了 因為市場正在夾 他趕了 你先給一隻 我再說 是啊 快手牛 怎麼看 其實我看到今早 今早有沒有人博390 390轉燈 嘩 3% 轉得升 是啊 轉燈升 怎樣 簡單來說 我最近有四個策略 當然 我的策略比較偏向正估 但某個程度上 都copy 或者更加善用槓桿 那四個策略很簡單 第一 升市三寶 逢親大升市 我不用說牛字 就是結仁結智 大升市 有三個策略一定會升的 第一 廣交所 第二 以前來計 那些基金公司 好像衛利那些 第三 捐相 所以升市三寶 一定買這些 你最好炒近期就是廣交所 所以我想 除了剛才給了恒指牛證之外 廣交所都要給的了 這些走不掉了 第二件事 就是我覺得 ATMXJ可能會再升 但是也有些投資者 會想 不要說國和青 叫做鎖定利潤 會比較反覆 所以近幾個星期 我提出了 不論ATMXJ 或者非一線的科技股 理論上市局越來越高 你看到世價股都升 沒有理由一些增長股 那個星勢不漢散的 所以一些非ATMXJ的科技股 都不用想了 要不買 買就一定看好的了 剛才朋友給了1024 快走 另外我自己近幾個禮拜有給的 992聯想 今天做得好的 接著就是網易 今天一般給的 都可以了 我覺得大家 第一是考膽識的 第二就是方向很清楚 不要說是非一線 科技股是增長股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政策受惠股 我就選了保險股 舉個例子是平保 你的市值升它又升 你的投資收益又升 你的內房搞定它又升 它不升又有鬼 這個是政策受惠股 這些就是我們在說的策略和部署 所以回到1024 已經又這樣說了 現在這樣升 是不是很關閉公司的基本因素呢 是不是1024有好消息呢 是不是今天聯想的好消息呢 其實真的不是 又或者講著美團 今早跌了一個聲 又轉回升 是不是今早突然有消息 令到它基本因素改變得這麼大呢 其實不是 都說真的 資金流向大肆氣氛 所以我想1024 是呀 我還沒給號碼 給了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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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是呀 我打了在留言區 50904 這隻1024快手牛 2.4倍槓桿50904 收回價38.3毫半 明年6月才到期 算了 玩短炒 另外 剛才你說買保險股 是呀 我都給了一隻1299的好倉大價 其實1299都很帥 已經脫胎換骨了 趁著它現在回落的時候 看看大家博不博 牛政的選擇有三倍槓桿 這隻56778 56778 剛才有朋友說要的 100對1的選擇 2毫3千7 收回價在50元樓下 距離相當遠 3乘1 很安全 非常安全 是啊 另外還有一隻51583 就是騰訊牛 很難得 還有5.4倍槓桿 1毫7.5 不夠2毫的牛剩 這裏我又想提一句 剛才我提到第二個策略 就是選一些非一線的科技股 或者資金掌股 憧憬的升市擴散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的ATFXJ 完全不能買卵證工具呢 不是呀 反而現在要想多些 因為你去到這些市況 很大機會今天升 很大機會明天升 很大機會市未升完 但是這些位置會不會短線回一回呢 都不知道的 所以也都這樣說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 480元 也都不是一個很低的位置了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叫我再一手一手 一招一招證股壓下去 其實我有點猶豫的 不如小市牛高 我拿一隻10倍共甘的牛證 那我就用十分一的錢 一樣的exposure買下去 萬一不對把我斬 就算輸的 都是幾千 一萬幾千 我相對壓力小 甚至乎 我最近也有跟剛才說 可以考慮的就是 喂 如果你跟蹤我們 你的騰訊 三百六十塊買 升到現在 你就沽走了 沽走了 沽走了一部分 沽走了它 然後轉回牛證 一樣那麼多exposure 但是你代了本 代了部分的利潤 是將你部分的利潤去買的 贏了 敢上天花 輸了利潤減低 有和沒有輸 有讚沒有 最多打和 而不會輸 是不是很開心呢 所以我想 現在這個市況 除了可以用槓桿幫你 叫做後發先至 除了可以幫你鋸下大雪之外 其實這個透過槓桿 減低你買的註碼 可能是一個安全一點的做法 你說騰訊都不是很多 給壓力十幾萬一手 你現在吐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現在去估的事情升跌很難 但是透過我們證股 論證不同的工具 可以替做很多不同的策略給大家 值得大家心思的 OK 好了 我們都給了很多大家 自己在留言區找回 我連累了2382 信譽光學的牛證都給了大家 我喜歡這隻 買呀買呀買呀 這些殘股 是不是 好 那就自己看了 麻煩你先來 有沒有持有上述所講的股份 尹先生 沒有持有 OK 好啦 上述的股份 我是 有沒有那個屏寶 屏寶我有 就是這樣 好啦 多謝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去再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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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